好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TU6全新版本的电弓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电弓经历了几个版本的叠送 从最初的3.3k严重溢出的技能强度的套装 到现在刚好卡在3000技能强度罚值的套装 那么这一套比第一套多了20%的技能加速 那么20%的技能加速其实就是66球减了0.7秒而已 这一套达到了技能的16点有160%的技能伤害加成 同时你还可以看到8个黄插 全部都插的是暴力物伤害的插件 所以说暴力物伤害是非常的高 那么当你第一眼看到这个套装的时候 可能心中会有很多疑问 我待会会一一给你解答 好的 那么主武器首选的是武器 这个就不用多做解释了吧 另外两把武器的第三天赋可以带个节奏十足 还有个能量补充 你们也知道现在圆圈天赋不可以叠加使用了 所以说以前正式服务非常流行的双节奏十足 现在已经不可以用了 那么接下来给你们看两个非常极品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毕业的元素包 而且这个元素包是具名的 它有增强版的技术资源的天赋 可以增上30% 双环属性 双环插槽 然后还有个技术资源 还有个破坏指望 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那么接下来的背心是非常的完美的 自带1000技能强度 还可以洗17%的暴力物伤害上去 并不是所有的背心都支持洗暴力物伤害哦 而且它的天赋是电容 这样的话你的机枪 你的无人机等等 天赋都可以持续时间变得很长 同时它还有两篮一环的插槽 这样的话可以插两个杠楼 抗心一个暴力物伤害 你电控不可能整年都围绕了66球状 肯定要用其他的技能对吧 所以说我这一套比较全能比较均衡 当然了电容可以换其他两个天赋 我待会会给你们解释一下 前提是你刷得到 接下来手套必备的是奇特 手套你也知道我是16点的 所以说能量注入了之后呢 我能有160%的技能伤害 自我治疗以修复 还有持续时间 同时呢这个手套呢 还自带两环一环的插槽 所以说我又插了两个暴力物伤害 还有一个杠楼抗性 接下来的护锡用的是22倍4的新品啊 有技能加速的属性 还有重机 还有一篮一环的插槽 再的话我又可以插暴力物伤害 还有干脑抗性 这是唯一一个一篮一环的护锡了 那么呢大家以前用的都是这个中国光能的 带金打细算的护锡 但是呢这个护锡有个缺点 就是它是带红插的 那么呢如果你不要重机 你想要金打细算 还想要黄插 那么呢还有个选择就是511的护锡 接下来面具用的是中国光能的 自带22%的技能加速 45%的金上 还有20%的技能加速的天赋 这样的话我这个面具就提供了42%的技能加速 那么呢我一开始用的是这个加技能强度的面具 所以说技能强度就溢出了 后来把这个技能强度换成技能加速就好了 那么呢接下来枪套用的是固线链接的 这是整个套装唯一一件绿装 这个枪套呢不仅有双黄属性 其中一个是45%的技能加速 同时呢还有两个黄插 这样的话我又可以插两个暴力物伤害上去了 好的那么呢接下来解答一些粉丝的问题 有的粉丝觉得呢 而不止我不想用电容 我想换蛋头怎么样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也想换啊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你想刷一件自带1000技能强度 还带弹头的背心 这是比登天海呢 你面前看到的这一件呢 是我在测试服泡了一周 开了几百个免费的箱子开出来的 唯一一件能用的 而且它那个属性一开始是暴击概率 我后来把它暴击概率取成了1000技能强度 所以说这一件呢就少了17%的暴力物伤害 如果你想要这件弹头的背心 同时还想要精打吸收 那么只能把墙套给换了换成精英商天赋的 那么呢这样的话不仅少了三个电池也就是少了30%的注入增伤 然后背心还少了17%的暴力物伤害 还少了一个4%的暴力物的黄叉 这样的话总共起码少了51%的伤害 这一套呢我也来去副本测试了一下 出发弹头之后呢 237万的伤害还是敌人很多的 那么呢敌人的资产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敌人放的小刺啊 无人机啊 枪塔这些的 然后还有粉丝建议说 啊不住你去玩顾线好不好 它改版了 然而你会发现它还是很傻掉很憨皮 你可以看到它两截套加成是20%的技能强度 然后属性呢是双红一黄 而且呢它还不支持把那个属性洗成暴力物伤害 所以说你只能把那个技能强度洗得更高一点 虽然说它自带进行三天赋 而且它那个插槽 红黄狼 其中有一个插槽可以插暴力物伤害 但是呢 这一件背心还是很批 那么大还有的粉丝建议说 啊不住你就这个护肤不要动嘛 那你就背心带这个弹头的嘛 这样的话 虽然说你的基础伤害少了27% 但是你触发弹头之后呢 你还能比以前多了23%的伤害 这也是可以的 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不过呢 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得等到刷到自带1000技能强度的弹头 这样的话 效果才会更好啊 性能才会更强 你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户西取消掉了那个蓝叉 因为那个弹头呢 它要求是四蓝 那么呢 关于中国光蓝的背心啊枪套啊 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了啊 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那么呢 接下来该给大家做一下技能的测试了 还是用这个套装 你可以看到技能强度刚好卡在3000 308 那么呢 基础的暴力物伤害加成呢 是126.5% 基础的技能加速呢 是156% 那么呢 电工的装备呢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插件啊 你装备好呢 只是成功了一半啊 你不仅装备要好 你的插件也要好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些插件全都是3000技能强度的 我是打算把这些插件的全部都展示一遍 然后让你们知道每个插件都有什么样的属性啊 不过呢 我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 视频时长的原因 那么这么多3000技能强度的插件是怎么来的呢 一部分是预备在测试服送给我的 一部分是我自己制作的啊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玩电工的话 那就自己先进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专门来玩电工 因为插件真的很多 所以密题你可以把这四个蓝插呢 全部插上技能生命值 这样的话 你的大盾的生命值会很厚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大盾177万的生命值啊 启动回复的话 每秒回8.8万的血 如果你把这个堡垒的生命值插件了 换成启动回复的话 你每秒可以回9.6万的血 大了那你的生命值就降到了128万 顺便你还可以带个超级奶针啊 一抢下去就可以回10万的假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啊 这么高的生命值 然后这么高的启动回复 然后奶针 还有注入的效果 这样的话大盾基本上都是金刚不睡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66球 三个插件分别为技能加速 伤害还有分裂的数量啊 白字的话53万 你也知道这次呢 预避他正抢了66球的伤害 同时呢也加长了那个冷却时间 所以说他的冷却时间呢 比以前更长的从10秒变成13秒了 好 我们再把程测试一下 你可以看到伤害200万 好 我们接下来把技能加速的插件 换成伤害 这样的话就双伤害插件 你可以看到白字69万 那么呢这样的话 一炸就炸出了257万的伤害啊 45路就是260万 所以说标题就是这么来的啦 接下来看的是脉冲 你可以看到我冷却时间8.8秒 持续时间15秒啊 范围75米 当然呢 如果你更偏爱持续时间的话 加到20秒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是最普通的枪塔 你可以看到他白字呢 29,然后持续时间了450秒 然后满buff的情况下呢 打身体一枪也能7万上的伤害 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狙击枪塔 我们来玩个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算伤害插件白字54万 然后弹药18发 然后暴土上呢 打到了精能的190万 接下来呢 火塔是超狡猾的 你可以看到白字燃烧伤害2万 那么呢 满buff之后呢 可以达到10万的伤害 接下来火种呢 也是非常有趣的 你可以看到他 8发子弹啊 9.8秒的冷却 伤害8.9万啊 燃烧伤害2万 那么满buff之后呢 可以拿到81万的伤害 还是非常恐怖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一套还是有优化的空间呢 我自身也是知道的啊 主要还是太难刷了 我在测试服 泡了一周 天天研究各种装备 开了几百个箱子 这些都是我能拿得出手的 最好的东西了 那么呢 这一套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 阿尔卑斯的背信号背包了 无情的话啊 你也不指望 它的伤害会高到哪里去 它肯定不会比我之前 配的无情套的伤害高 那么的本期视频呢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在测试服的各种经验性的啊 那么的正式服配的东西呢 肯定和测试服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参考一下 那个学习一下就行 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一笔 收藏家关注加分享了 那么的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